大组织把他们的一些特征跟大家介绍 分成组织细胞核大 注意到不是细胞核太大 是细胞质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的核脂比大 不是核大是脂小 到一胞小细胞很小 所以细胞质体积减少就变浓了吗 一样的细胞质体积比较小就变浓 所以它细胞质是浓的 它的功能是分裂跟分化 一般在经理根间跟形成的 这些旺盛分裂生长的组织 保护组织排列紧密 但细胞壁后这个请各位特别注意到 打个问号不一定 因为表皮是薄壁细胞 所以这边讲的厚壁细胞是指 取代表皮的木酸层 壁会厚没有错 所以这个请各位帮我把它刮糊起来 这个是不一定的 因为像保护组织当中的那个表皮 它就是薄壁 那个保卫细胞跟表皮都是薄壁细胞 细胞还活着呢 所以它并没有壁后 但是木酸层就是壁后 但是都要排列紧密 延少命运体入侵 功能是保护 包含草本植物的表皮 跟木短植物的取代表皮的木酸层 木酸层就是后壁细胞 好 基本组织分为薄壁跟脂齿 薄壁就是细胞壁很薄 负责合成跟储存 这边的合成就是光合作用 对 好 然后下面就是植物全身都有薄壁 都薄壁组织 那这次组织就是壁比较厚 有后脚跟后壁 功能是脂齿 包含在筋的内部 或是纤维 像实细胞这些细胞 那输导组织呢 大方是管状的 包含导管 甲导管跟塞管 它包含分为木质部跟热壁部 负责水分无基岩及有机养分的运输 输导输导运输传导 以上就是什么 这四大组织它的特色分类 大概比较一下 另外来看一下它们的发育过程 种植刚萌发的出生分生组织 有经理跟人间 叫顶端分生组织 叫做出生分生 它们会分裂形成表皮 基本组织跟各种组织 那其中呢 这个维管树组织当中 有一群细胞会变成后来的 维管树形成层 就是次生分生组织了 那我们基本组织当中 有一群薄贵细胞 会特化成特固酸形成层 它也是次及分生组织 好 前面这些由 出生分生组织分裂来的 都叫做出生组织 那下面呢 有这些次生分生组织 在发育而来的 就叫次生组织 这跟我们前面所讲的 分生组织的发育过程是一样的 只是我把这些组织套进去 不论是出生还是分生组织 不论是出生分生还是次生分生组织 都可以分裂分化成其他的组织 那来自于出生分生组织 就合并叫做出生组织 来自于次生分生组织 就合并叫做次生组织 这次生分生组织